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民进党现在的总统 现任副总统赖兴德当选了 刚刚这次台湾的大选的总统当选人 那马上5月20号就要宣誓就职 那他的当选对未来的美中台之间的关系 还有西方怎么看法 在台湾已经有形成不同的看法 当然在国际媒体上也有不同的解读了 所以我们这题目谈谈 赖兴德见机行图 习近平是不是待机形同 因为赖兴德的这个台独工作 务实工作者尽管他一直在撇清在辩护 但是大家相信他会比现任总统 蔡英文的所谓的维持现状的 实质上是两国论的这种路线 会更加往前走 那很多人也不相信 有关于拜登在口中所谓的一个中国政策 或者一个中国原则 到底这个是不是还是维持 那么实质的一个中国 还是已经空洞化 当然习近平讲的和平统一 更是很多人不太灵过相信的 军东一怎么想来解读我们这个题目 赖兴德有没有可能在目前这样 40%的得票率之下来 继续实行他所谓的台独 务实台独工作的路线 我觉得赖兴德实际上在他后来 要准备要选总统之后 或者他给小英做副总统 就是如果假如他的一些激进台独形象 会影响小英的这个内阁的形象 或者是票的时候 也影响中间选民态度的时候 其实他已经在做调整 虽然说台独大佬 还有像这些深律一直支持他 但是他也是确实是个理想主义者 咱们说 但是他确确实实 他也做了一些调整 那么呢 但是这里最重要一点 我们要知道呢 中国这个台湾实际上 现在能不能独立的中美两国 来决定这个事情 或者咱们再说呢 就像和平先生说过 实际上中美官也最后一句话 组织美国说了算 这要拉下脸 就是美国说了算 习近平开始中美贸易战不服气 对吧 现在开始服气了 开始就是要在美国的架构中 拜登给他的架构嘛 这个长期是竞争 短期呢 就是一方面打压 一方面呢还要进行合作 现在也准备在接受打压和长期竞争 这个下跟美国合作了 现在呢 刘建超也放弃了 说指责你们搞那小团伙 一个小圈子搞出了一个国际规则 强加给国际企业 欺负其他国家 现在刘建超来 把这个说法修改 这两大判断 那我觉得这就说明呢 中美两国 现在呢 在合作的这个格局中间 其实台湾问题 我从来不认为像盛平说这么重要 无论是 我们知道执政的领导人呢 我们平常讲时候都在设想一个 对他最有利的方针政策 那是咱们不管吃饭 不喊拉扯 拉扎嘴 对执政人来说呢 影响他执政的最大的 最投诚的问题 从来就不是这些远大的理想 都是那些最急迫的 就危机管理 或者damage control 就是危害控制问题 在这点呢 中美两国领导人 最投诚的问题 都不是台湾问题 美国不用说了 只要台湾不成个引爆点就行 中国呢 也是 那个就像共产主义一样 最远大的理想 但是现在我得对资本主义让步 现在就是所有的招数 要应出尽出 要能够挽救经济 那么对国内资本主义要让步 对运营经济要让步 对国际资本主义要让步 还要招商引资啊 什么之类的 所以你就看出来 这两个领导人 现在谁也没有把自己的 美国也没把他的价值 放在前头 一定要把中共搞垮一形态 中国也没有说 什么包括台湾呢 统一台湾 他也没放 所以在这点上 但是最后就形成什么格局呢 我觉得有两条 一呢 实际台独是被保护 就是台湾现在事实上独立国家 除了没有外交承认之外 他有自己的政府 管了有自己的疆土 有自己的人民 只是跟宪法不一致 但是这个不要紧 反正他是实际存在的一个 自己能够控制自己的实体 那么是一个 二呢 法理台独不可能 因为呢 美国现在台湾海峡维稳 就是他 他就说呢 你只要你不宣布法理台独 而中国其实也是说 只要法理上 你不进入台独就可以 所以这个大盘子不会变 但另一方面呢 赖清德先生的这个 理想主义呢 时不时也会在言语上 在一些实际上的呢 去触动一下大陆 这个触动主要也是在大陆的打压下呢 他要维护台湾的尊严 就他所认为的台湾人的尊严 做反应 做有些反应 而大陆呢 时不时要修理他 就两岸的务实关系 实际上还在 就按照习近平说法 还要继续深化两岸的社会 经济还有文化交往 我们得注意到习近平在这次来美国之前 他有个重大修正 就对美国呀 他原来老说美国对中国怎么怎么样 他现在修正成美国一小说政客 然后他说我们还要寄希望于美国人民 什么呢 他说呢 希望在青年 然后是这个动力在地方 然后他说活力在民间 他现在就这个意思呢 他现在武力对台湾也采取这个态度 要孤立赖清德 那这样的话 实际务实关系要发展 但是要怎么呢 像搞实体清单似的 对支持台独的 这些他肯定要进行一些惩判 像这个实体清单 我原来跟美国学了个实体清单 这个方式 那么这样的话 我觉得大格局呢 是实际台独被保护 法理台独还不大可能 但是小的这种冲突呢 小刺激性的 给媒体一些炒作空间呀 想象空间的事情会层出不穷 我估计我们这几 我们往下这几年呀 还会不断的去炒作这种话题 那我觉得其实没什么炒作的 都是有就是无惊无险的话题 就是那些台湾呢 比如说惩罚做之到了 那些被惩罚的台湾民众呢 会非常叫得很厉害 然后呢 这个不喜欢赖清德人 拿起来做文章 对吧 只要你们选择他呢 实际上更大的人就战争 老是把一些小的刺激 给变成一个大的战争威胁 但是如果从中期和长期看的话 我又觉得呢 就是说这个 要看美国和中国的这个两边的态势了 因为美国看什么呢 美国现在真 美国的国防实力 还有经济实力 不管呢 我们现在专家说 美国是不是能够保持世界第一 中美差距 在这个缩短到 像刚才那个盛平先生讲到的 日本和美国这到了顶峰州 差距多到 对小时候要拉大 不管了 但是美国的实力 怎么用着这个问题 对吧 韩战的时候 为什么那个 Joseph Nye呢 他提出一个叫这个战略模糊 他美国在很多国际冲突中 就是因为有模糊 才导致了战争 他他其实呢 有一个 这是个经验性的概括 你看韩战就是 美国本来说 韩国不为他管 结果呢 他后来又出兵 出兵其实的原因呢 是因为北韩军队在仁川 攻击了美国陆战士 差点给他吃掉 他先攻击了美军 因为当时美军 二战后的进驻事实 然后呢 美军反击就变成了 事实上变成一个韩战 而后来他又没有去 他又不愿意 其实美国在二战后 他达到了顶峰 他就是世界工厂 就支撑了 这个两大欧洲和亚洲战场的 两个战场的装备 只不过苏联不愿意说 实际上他的很多装备 是美国提供的 那他就在这么鼎立的时候 他不想打韩战 他撤出来 所以美国真的不好说 他在这个 他你看后来又从阿富汗 从这个伊拉克撤出来 美国在有实力绝对优势的时候 他都不一定愿意去打一场战争 为他就是不属于 他核心利益的地方 打一场战争 所以在这点上来说呢 美国 而且最主要我觉得 还在于美国大选临近 而且我也不认为 这个大选就能决定美国的 其实不论是拜登继续当选 还是川普又夺回白宫 美国的这个撕裂的情况 继续进行下去的话 实际上是不利于 他能够最大限度发挥 他的外交和他的这个 国防实力上 能够去影响掌控国际态势 这是最大的问题 那么另一方面呢 大陆呢 你说他在发展 大陆现在也有很多问题 这个问题假如说 习近平的问题和美国 同时爆发的吧 那个谁也顾自顾不暇 人家很多说 大陆很多问题 脱到后来的话 也要有个爆发的 那么但是如果假如 习近平的问题 能够晚一些爆发 对吧 他的这个专制啊 独裁能够最大限度 把他的这个资源向 他的造船还在继续做 那么在美国发行分裂 特别假如川普前总统 如果再重新回到白宫 确实要从国际社会 彻底退群的话 回到孤立状态 那当然大陆就会有个机会 但即使这样会不会打台湾呢 我也不认为 他真的就会打台湾 因为他打台湾来说的话 如果他不能和美军较量 就是美军比如我假如 他国防实力保持现在状态 又有这个意志保卫台湾的话 那个老说美国不会出兵 美兵不是打仗 不就一个武器 一个是兵吗 我讲了共军从来认为 美军打的是武器 打的不是兵 他武器给台湾的 一大半就算介入了吗 而且他现在关岛和塞班岛 告那批飞机 像乌克兰战争 他为什么美国老台湾 打了台湾战争 台湾一旦打仗 中共进攻日本和美国的军事基地 怎么办 我们现在看中共不会做这事 那为什么 就是因为他就地把武器转给台湾 把日本的潜艇 把这个塞班和这个武器 就整个转给台湾 反正他的飞行员 已经在秘密进行这种训练了 对吧 那就是你台湾被封锁了 那这些地方没有被封锁 那中共就面临一个问题 你要不要打美军基地 你要不要打日本基地 那你要战争的规则了 你要介入日本的使用 我就可以打他了 所以美国和日本谈的 都是这样一个前景 那这样一个前景下的话 就是如果假如说 这个假如中国的军队 即使就是在取得 那个局部优势 他如果假如他内部有问题 他也不会去 如果他真能跟美军 一叫高低手 他干嘛选台湾打 他占领个台湾 他应该完整占领 他真能在南海 把美军打败对吧 那美军可能就不管 台湾这个事了 但是如果他打不败美军的话 那美军的武器 如果借助到台湾事情中来 美军就除了那个训练有素的美军之外 那他其实事实上就介入 按照共军对美军的理解 美军就是装备厉害 其实美军不如日军 不如德军 他们在研究战略 更要研究那些不对称打法 那就是现在之所以美军的打法呀 分析之所以国际战优势 就是因为全世界的这个将军 一半是美军训练出来的 都是研究美军出来的 所以他们把美军的打法什么 先什么远炮营 后来这个拿着说了一堆 那都是美军打法 那个世界上除了美军这么大 你看世界各国不论打内战打外战 都是突袭吧 哪里会像美军这样 还什么先给你警告谈判 完了再什么这个 然后才出兵 对吧 他不是这种打法 都不会像美军 所以我觉得按这样一个打法的话 我是觉得呢 打台湾呢 他没有必要 因为打台湾 特别台湾不要豪毒 就因为你人心 如果这个时候就要 真的像马英九那样判断 说一出兵就 那台湾就那时候 你干嘛在台湾出兵呢 对吧 如果你去到别的地方出兵 不就完了吗 出兵能够 就打给台湾人看就行 所以我觉得 我不认为呢 台湾呢会有这么大的风险 即使将来要发展一个 所谓的统一台湾战争 也不会在台湾打 会在别的地方和美军较量一下 如果他能把美军打退啊 那这个马英九说这些话 会不会出现 我现在觉得 年轻人起来 也很难说 尽管乌克兰的事 乌克兰事 让我是觉得 好像这个台湾人民 如果不交枪的话 这个恐怕 你在别的地方 就是给美军 把他 对吧 俄国是把美军给阻住了 对吧 他的核武器 几千个弹头 把美军给吓得 不敢进乌克兰 但是 这个乌克兰不照样 还顶住了吗 文静 你怎么看呢 你怎么看 这个台湾的大选之后的 美中海 我基本上同意 俊涛的刚才的看法 我觉得呢 第一 爱清德呢 这个不会在任上 谋求独立 在任上 应该是不会怎么做的 他会按照美国的要求 形势 应该美国的利益呢 在于在台海这个问题上 应该是 维持现状 当然他会加强 这个武装台湾 升高呢 这个解放军武统的代价 然后呢 让台湾呢 有这个自卫的这个能力 所以呢 中国呢 如果担心呢 这个赖清德 这个他一直在强调的 他是 在前期啊 强调的 他是这个 这个台独工作者 这个承诺 其实我看呢 没必要 应该呢 说这个 他呢 当选了总统 但是呢 台湾国会啊 现在呢 这个民进党呢 比这个国民党还少 所以呢 要推进这个法理台独 几乎是不可能的 何况呢 现在美国呢 也不乐见这个台海的冲突 所以呢 从这个角度来说呢 赖清德任上谋独 不可能 另外呢 这个在 说呢 他是不是往回退 说去接受什么九二共识 什么的 这个更不可能 所以呢 前一段在这个 在选举前 这个格莱伊啊 还有另外两个学者 专门 这个写文章啊 希望能够 赖清德在选前 最后呢 冻结台独 这个党纲 哎 这件事情 大家呢 全都把它当成 那个 赖清德呢 就变成了一个 一个 冲耳不闻 也不表态 不说话 对吧 所以呢 我想呢 他以后呢 也还会用这种政策呢 来继续呢 做 而且他现在 应该说呢 赖清德在五月份 上台以后呢 我 我猜啊 在外交政策上 他呢 会更多的 去坚持这个 蔡英文的这个新南向 然后呢 争取了在国际上 有更多的报告 然后呢 争取 能够加入呢 尽可能多的 这个 国际组织 变成了 使得呢 提升这个台湾的 这个国际形象 使得台湾呢 变成一个 国际的一个 一个 一个重要的 一个力量 这样的话 也是 对台湾的一个 稳定和平的 一个重大的贡献 我猜他会这么做 另外呢 他会花更多的精力呢 对于在台湾内部的 治理 包括像 这个 就业啊 经济发展啊 还有内部的 这个 像什么外劳啊 很多的这个 这些问题 他需要解决 所以我猜呢 麦青德呢 会在这些问题上呢 会下大功夫 而不会把他的精力 再放到这个 这个 合适的时候 就谋求独立 这一块呢 我倒不觉得 另外一个呢 另外一方啊 海峡对面一方呢 我倒觉得 习近平呢 应该有强烈的 这个 这个愿望 希望 在他任内 要不同 这是他的一个 个人的一个愿望 他到这个时候呢 他的决断 在这个时候呢 可不必 是说 现在就是 只是解决问题 他一直在讲 要下一番大棋吧 所以呢 他要把他自己的名字 写在 这个中兴的 这个中国的 这个 这个 江山上 所以呢 从这个角度来说啊 应该说 他有这个 强烈的愿望 但是现在机会 应该是 越来越小 因为现在 经济压力 越来越大 这个 负担战争啊 应对这个 制裁 这一块呢 压力会非常大 然后国内呢 很有可能到时候 会出现这个 反对的力量啊 直接威胁到 他的政权 另外一个 解放军啊 现在在不停的整肃 我们可以看着 明白着 这个 就是解放军 内部不稳定 所以呢 我 我认为呢 只有两种情况啊 发生的时候 可能会无统 第一个呢 就是经济的大转机 经济大转机 那这个时候呢 就是像失业的问题啊 债务的问题啊 房地产的问题啊 民营的经济的问题啊 都有了大的好转 有整体的好转 这个现在看到 这个可能性不大 第二个呢 这个美日啊 北约啊 这个都会出现大危机 如果这个发生了啊 那也有可能 就是说呢 他出现了大危机 像刚刚俊昭说呢 说这个如果要是 美国又退群了 美国又跟其他的盟友呢 产生了分歧了 然后这个其他地方呢 也出现了这种 政治上的大的动荡 那这个就提供了一个 一个机会 那这个时候如果发生了 可能会变成一个选项 因为他有胜算 否则的话啊 我想呢 即使是想用发动战争 来转移国内矛盾啊 也就是必败 那习近平就丢了政权 所以我想呢 这个习近平也会比较慎重 所以未来呢 肯定两岸应该是摩擦不断 但是呢 真正走到 这个武统啊 发动战争啊 我觉得还 这个可能性应该 看不见 嗯 顺便你刚才提了个 其他一点 就是说 台湾人大部分台湾人 相信如果两岸一旦发生战事 和冲突啊 美军会协防 但是也有种 有一种声音啊 就是说 现在习近平 面临到国内的问题 解放军的问题 会减弱他武统台湾的 这种心念 你看法呢 我觉得台湾问题 总不统一的 取决于中共 武统还是核统的 取决于美国 也就是说 如果美国很忙的话 他和平统一的机会就很大 因为呢 白宫都无暇他顾 台湾呢 就很可能成为 一门戏子 棋盘上的 那如果美国不那么忙 国际很很顺 今年国内大选呢 也没出现什么大问题 那美国就大概率 他会抓住台湾的戏子不放 就物尽其用吧 那大概率呢 最后就会武统 所以是否武统 取决于 美国的态度 那台海博弈呢 就三方 中美台 台湾实际上是 不起决定作用的 这三方的底牌很清楚 就大陆要统一 而台湾要独立 美国呢 要维持现状 就是 三方的最优选 这什么的 对大陆来说 最优选的就是和平统一 不战而去人之兵 对台湾来说呢 是台美尖交 美国呢 进驻 协防台湾 而对美国来说呢 最优选者呢 就是台湾自求多福 把自己变成一头豪猪 因为狮子呢 一般是不喜欢 去动这个豪猪的 这是奥布莱恩最早提出来的 也是他呢 前不久提出呢 台湾要打相战 要给台湾一百万 这AK47 这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的说法 那这是上策 对三方来说 但一般来说呢 上策都是 可遇而不可 不可得的事 就求上者呢 得其中 如果上策达不到 那三方的次优选择什么的 就对大陆来说 和平统一不成 至少呢 中美不要兵容相见 中美不要打 这对大陆 对美国来说 对台湾来说呢 就台美建交不成的话呢 至少呢 就凭着现在的模糊战略啊 和美国议会 对台湾的这 强力的支持呢 这也将就 那最后对美国来说呢 就是豪猪 做不成的话呢 那至少要给中国制造一些麻烦 给中共 就不能变成一只烤猪 那这也为什么呢 台积电必须要搬离台湾 那最下策的是什么呢 美中台的关系 就是 所谓求其中者得其下吧 三方最坏的选择 也是三方我想都想避免的选择 是什么呢 有中国不细节代价 统一台湾 最后跟 美国就是兵容相见 美国呢 也是不细节代价的保卫台湾 就军涛 军涛讲到的就是 美军卷入吧 这是台湾人绝大部分的 包括呢 中国的反对派人士 海外的民运 国内的工资 都相信的 就是来打骂 中共那个破架子 就差这一打 一打很快就结束了 所以美国呢 不细节代价 协翻台湾 中美两国呢 在台湾的兵容相见 结果呢 中国呢 可能集成美国的航母 美国呢 攻击大陆的本土 海军呢 与解放军向战 台湾变成第二个乌克兰 这最坏的 就这三种选择中间 第三种出现的可能性 应该是最小 因为北京呢 还没有穷尽 和平统一的努力 而美国也很难下决心 跟中国再打一场朝鲜战争 就台湾对美国来说呢 是一枚棋者 对中国来说呢 是它的核心利益 就棋者是可用可弃的 那根本是不可动摇的 就没有台湾 美国还是美国 那没有台湾 中共是站不住的 今天它的合法性 是建立在呢 它的经济成就和 它对未来的描绘的蓝图 中国的统一 中国的强盛 交了这么久的 我许如果有一天台湾都失去了 独立了 跟美国建交了 任何中国政府都站不下去 这也是为什么七七事变之后呢 日本根本没有要打的意思 但是蒋介石非打不可 郭带军的话 没有七七又有八八又九九 因为那个时候 蒋介石不打的话呢 它就会被其他人所取代 所以中共现在在这个问题上 它也退不下去 所以贸易战以后 谁都看到了 中美下一个角力的中心点 就是台湾问题 就这个博弈中间呢 习要完成统一大业 美国呢要把这个 台湾这个棋者呢 用到极致 至于军涛 刚刚讲的那个 习顾不上来 我这个就不敢沟通 因为领导人 中国领导人 至少他有两种 一种是什么呢 是那种闷声发大财 不折沉的领导人 还有一种呢 是要与天奋斗 与地奋斗 与人奋斗 最后还与上帝斗 这样的领导人 他有理想的 他有他自己的一些 想实现的 一些计划也好 报复也好 野心也好 习无疑属于第二者 他是个要折腾的人 所以说棋者呢 可用可弃 刚刚讲的话 就是就除非美国 决定跟中国呢 两败俱伤 甚至同归一尽 就台湾我相信 迟早是这个棋盘上的 一枚弃子 美国出兵的可能性 几均于零 这个我可以相信 而乌战争以后呢 我更相信 台湾能抵抗到乌克兰 那个地步 也不大可能 乌克兰人口是台湾的一倍 土地是台湾的16倍 而且乌克兰是非常强悍的民族 就当年的哥萨克 他其实也是俄罗斯人的一种 就70年来台湾一直是美国 用来遏制中国的 这么一个棋子 就非常可能 随着日后呢 中国国力的继续增强 和国际形势的演变 台湾呢 有一天会被反用 会被称为呢 就华盛顿向北京释放善仪 与中国进行战略交换的 一个筹码 这个世界上我们看到 有太多的 争执的地方 而无战争 而巴以冲突 朝鲜的无核化 气候的变化 就等等吧 所有这一切都有交换的价值 就中国的中美之间有太多的 方面呢 有冲突的可能 但也有太多的地方呢 有合作的预定 所以我相信的最终 台湾很可能是 作为一个交换的棋子 美国会放弃台湾 放弃台湾之后呢 合同就是一个绝对的 大概的事件 最怕的在这个 这一段时间呢 就是 就误判 刚刚军涛提到那个误判 朝鲜战争就是个典型的 经典的误判的产物 是三方都误判了 首先是南朝鲜 就北朝鲜误判了 美军不会卷入 因为美国画了一条 防御圈 从阿里森岛到菲律宾 跳过了台湾 就是朝鲜半岛 美军的误判呢 是中方不会出兵 所以他过了三八线 最后毛泽东的误判呢 是美军会得寸进尺 过了三八线 还会过亚绿江 其实当时 林彪是告诉毛泽东 美军不会过三八线 就是过了三八线 不会过亚绿江的 他说美军要过的话 去年就不会让我们过江了 他在那儿就卷入了 毛泽东不信 最后呢 还是主要作战 最后证明起林彪是对的 美军如果当时 中国不出兵的话 他绝对不会过 大陆江的 没有那个计划 就是到了 本朝鲜统一 他就会回家了 好 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 何静我给你三十秒 心里偶要紧 帮你把麦克风打开 谢谢 OK 我就补充一点点信息 最近呢 大家应该看到日本 现在跟澳大利亚 签署了签署了这个互相 军队可以互相进入的协议 最近呢 又再要 菲律宾要签署这个协议 所以我曾经跟 这个日本的政治家 最后有一个聊天 后来呢 就提到了这个问题的时候 他们呢 非常明确 台湾对于 亚洲国家的 这个台海的 这个和平 对亚洲国家的 这个经济发展 我想呢 这一点也是 可以让听众朋友 应该花一些时间 这个 太阳谈审 OK 我想这个 台湾的问题 台海的问题 未来我们会 有更多时间讨论 让两岸关系 或是台海的局势 是不是能够继续拖下去 或者是朝和平的方向走 或者是说这个朝斗争的方向走 我们继续来观察 好 谢谢黄金涛博士 谢谢李恒金先生 谢谢 冯志明先生 谢谢 这个和平先生 我们这期的中文就院 时间稍微拖了久一点 不过谢谢各位的参与 然后也观赏 我们再次谢谢 四位嘉宾 我们中文就院 这期到此告一段落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 谢谢 拜拜 感谢您收看明镜电视频道 敬请您来 感谢您收看明镜电视频道 敬请您来点赞 转发订阅 并且推荐给您的亲友 恳请您利用视频下方的超级感谢支持我们 明镜电视频道